是的 华教斗士逝世17周年 华社都在检讨这些年来的母语教育 半学风语 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陈国伟 就把华教长期面对的问题和困境 全都归咎于巫统多年来的政治霸权 和打压族群平等 他强调 西蒙代表的是进步与多元 再度承诺五年任内 一定会承认独中统考文凭 在下一期大选前 希望政府与第一位对线的竞选承诺 保留大承认统考文凭 当独中生可以 以统考成绩 请进入本地统一大专选 陈国伟今天为华教新录像系列活动 主持推介理事表示 西蒙代表的是进步和多元 巫统则是代表保守与单元的反动势力 他也提醒西蒙各党的领袖与基层 注意言行 千万别因为一两场补选的胜负 就自乱阵脚发表族群性言论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